2 年前任天堂宣布要將開發中的 Metroid Prime 4 專案取消 整個打掉重鍊後 薩姆斯的新冒險就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才會再出現在我們面前 沒想到 E3 2021 的任天堂發表會 突襲式的揭露了全新作品 《密特羅德生存恐懼》 Metroid Dread 要讓這個類銀河戰士惡魔城玩法的開山鼻鼠 玩法回歸原點 打造出睽違十九年不見的2D橫向卷軸動作遊戲 遊戲以探索和恐懼為主軸 主角薩姆斯前往調查神秘生物 X 時 等待在他面前的卻是前所未見的恐懼以及威脅 影片裡製作人版本賀勇的解說中 透露了新作《生存恐懼》 將世紀初代《密特羅德》到融合之後 睽違多年的新篇章 結合了先前與《Mercury Steam》合作的經驗 將實現歷代因為技術緣故無法達成的要素 例如這次的新作加入了1MMI 這個幾乎不死又強大的失控機械體 因為手上的槍械對它毫無作用 因此玩家必須想辦法繞開 或是利用障礙物 密宗迷財等手段來躲避威脅 為新作加入了類似恐怖生存的新體驗 不過這可不代表系列核心玩法以此走樣 流暢的動作爽快的射擊 以及在各種密道鑽來鑽去的要素 不僅全部現在還更加進化 全新的滑行能夠輕鬆跨越障礙 殺得敵人措手不及 蜘蛛爬行能讓薩姆斯突破特定地形 讓玩家在立抗威脅的同時 獲得更多探索的樂趣 回歸原點也不含新意的 《密特羅德生存恐懼》 將在今年10月正式與大家見面 至於當初的《密特羅德 Prime 4 計畫》 並沒有取消喔 目前還在開發當中 薩姆斯的新旅程才正要展開 多年的等待是值得的啊